藤湖 藤湖 紫藤花 紫色的 看日本有很多藤花 藤湖 藤湖皇后 藤湖长得很像死去的藤湖更衣 本来日本的原始公子 这个小皇子 应该住在娘家 他母亲死了 他外婆也很快就死了 他就住到宫里来 其实他的继母比他大五岁 他爸爸年纪很大 长了一个继母比他大五岁 但是藤湖帝很爱这个小王子 就跟他的藤湖皇后说 你不要疏远他 他从小没有母亲 他的母亲长得跟你很像 你可以亲近他 好好地照顾他 他也可以跟这位小皇子说 你这人就像你的母亲 你可以像爱你的母亲一样 依恋他 所以原始公子跟这位同湖皇后 我们叫他继母 同湖太难见了 就跟他的继母 像个大姐姐一样 有爱恋之心 最后发展到一种爱情 好 那个这个原始公子呢 他是非常的 他的美 这个只是不很妙 他从来没有描写过 原始公子长得多美 他只是描写别人对他的影响 他说他是美到 你看了他就像阳光一样 这么光彩照人 让你暮穴 然后说他走在宫里 他在宫里走路 然后那些宫女啊 那些室女啊都赶紧隔着脸子 就看哦呦 原始公子走过了 看他一眼 哇都很都很过瘾 就说他是用这么 就是用别人的那个表情来 空脱他的美丽 好 这个原始公子他们男 日本男孩子 十二岁的有个成年礼 成年礼的时候呢 他就成年礼 就是说他现在不再穿 就是说小孩子的衣服 他就变成一个少年的打扮了 然后这里就讲 他成年礼上多么的奢华 然后他是多么的俊美 然后呢这时候又出现了有一个人家 我们说有右大臣是不是 还有一个左大臣 左大臣呢有个女儿 左大臣的女儿呢叫奎小姐 然后奎花的奎 奎小姐 左大臣呢他是娶了天皇的妹妹 所以说这个奎小姐 他父亲是左大臣 他的母亲是天皇的妹妹 所以他是从小一生下来 就被培养要去当皇后的 他所以他是非常的美丽 非常的完美 但是他也是冷若冰芳 因为他是很高 他是未来的皇后 然后他呢原本的是要跟 右大臣的儿子 那个朱雀帝 那个结婚的 但是这个同湖皇后 那个皇帝一想 这样不行 这个右大臣的那个儿子 又娶了左大臣的女儿 那他不左右不都变成一家了 那他就觉得那原始在那个公平里 以后肯定是没指望了 所以呢他就跟左大臣说 这样吧把你的女儿 就让原始公子娶你的女儿 那这样他们他的两个儿子 不是一个是左大臣家的 一个是右大臣家 这样利益就分配了吗 然后左大臣觉得非常好 因为左大臣觉得这原始公子 那么的俱美 然后才华超人 然后对人也很好 那左大臣就欣然同意 可是左大臣的女儿 一个原始公子比他小好几岁哈 第二他本来是要嫁给朱雀帝当皇后的 他现在不当皇后了 在家就找了一个人 就到他家里来 所以他根本不把原始公子放在园里 他不以为然 所以这也是书中一个很妙的地方 就是说原始公子是一个那么的美妙 是一个人人想 看他一眼都觉得很过瘾的人 竟然他的太太 他的正经的太太 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所以呢 所以好 这里就说 人生公子他去了 到他那个左大臣家里去 见这个魁夫人 魁夫人不理他 让他在那待着 然后他也很无聊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左大臣就出来跟他聊天 然后呢 这魁夫人有一个弟弟 这个弟弟呢 叫头中将 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们只知道他的官名叫头中将 头中将也是一个美少年 也是一个英俊杀杀很有才能的美少年 他跟左大臣 他跟原始公子是童年的 所以他就来陪他 所以他就在那 然后有的时候呢 然后那个 然后他就经常跟原始讲 他说我的这个姐姐 因为从小就被培养成要当皇后 他也不会 他是不会表露他自己感情的 所以呢 但是呢 原始公子觉得也没劲 他每次去他家总是爱搭不理 所以他以后也不是常去了 他呢 更想见的呢 是那个同姑 就是他的继母 但是当他一结婚一成年以后 他就不能再 他就不能见他的继母了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男孩子 他已经是一个男人了 他继母的后宫里他就不能见 所以他现在就变得非常的痛苦 他可以 下雨 他可以看见 就是说 听见那个后 他的继母跟他的父亲在那个公围后面 他可以听见他们说话 他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 但是 但是他是不能见他 所以对他来说是非常的痛苦 这也是这部小说的精彩之处 就是说这原始公子那么多人要爱他 结果他要爱的人是他一个不能见的人 然后呢 只要跟他结婚 他可以跟他在一起的人 又是对他没有兴趣的人 所以 这就是 这就是这个小说精彩之处 所以他就是 非常非常的苦恼 然后那苦恼之后 有一次呢 他忽然听说 这个藤湖皇后 生病了 藤湖皇后生病了 生病的时候 他就可以回家 回家的时候 然后 原始公子就想 好 我在录 原始公子在想 哎呀 这下我机会来了 然后他快马家边 他就去到这个藤湖皇后家里去找他 然后呢 那个找了他以后呢 藤湖皇后就见了他 见了他呢 他们就情不自禁 他们就做了好事 做了好事之后 之后他藤湖皇后本来是回家生病了 忽然他怀孕了 好 怀孕了这件事情 然后那个藤湖 藤湖帝 好像高兴得不得了 可是他害怕得不得了 因为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 然后他就跟那个原始说 我再也不能见你了 因为我见了你 我就控制不了自己 就是他们再也不能见面了 然后 他产期 大家以为他是在 住在宫中时候怀的孕 可他产期到 他一直不生小孩 所以 别人都很着急 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就一直等等等 过了很久 他终于生了这个小孩 然后我们知道 这小孩是生在娘家的 然后这个皇帝就要去看他 这个童 他一看见这小孩 他更害怕了 这小孩跟原始公子 长得一模一样 这就是他的一个小的模型 所以他也不敢 让这小孩去见 去见这个童胡弟 然后过了很久 这童胡弟 终于去看到了孩子 可是这个爸爸很可爱 他说 哇 他就跟那个原始公子说 哎呀 这个小皇子 怎么跟你小的时候 长得一模一样 他说 我看见他 我就想起了 你小的时候 在我身边的模样 嗯 看来美丽的人 都是长得一样的 然后 好 其实他一直 他就不知道这件事情 嗯 但是呢 这是一个 这一件事情 让那个童 让这个童胡皇后 和让那个原始 就是说 是他们一生的折磨 然后后来他是 出家做尼姑了 就是说 他现在还没有出尼姑 他等那个童胡弟 让位了以后 他就开始出家做尼姑 好 这幅画 这个画实际上 就是那个 就是我找到的 他的太太 那个葵夫人 葵夫人的画 好 next 然后那个 这时候呢 葵夫人呢 也怀孕了 也生了一个 也生了一个小孩 所以那个 也生了一个王子 也生了一个孩子 然后呢 那个 他生完以后呢 他就死了 所以这幅画是画了他 好 这里 我们说 原始跟这个葵夫人 一直感情不好 因为葵夫人呢 总是拒他 与巨人千里 总是不跟他说话 可是在他生病的时候 他怀孕 在他那个快生小孩的时候 他生病的时候呢 那个 他就 放下了他所有的尊荣 他就变得 就说 就说很 就说很 就是怎么讲 很可 就很可 可亲 然后原始呢 就说他看着他 太太生病了 他也很内疚 所以他就每天在他身边陪他 陪他的时候 这时候 那个葵小姐 才跟他讲了很多话 所以他们两个人 可以说在 葵小姐 就是说 生命垂危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互相 终于明白了彼此 原始终于明白 你以前怎么对我 是因为你的那个教养 而不是你对我那个什么 然后他们两个就从 在这个 他生命垂危的时候 所以有了一个沟通 然后有一个沟通 这时候原始就是 他真的是想 葵小姐好起来 他要跟他 就是说天长日久 这是原始公子 一个美丽的地方 也是一个他跟我们所有念到的爱情小说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他确实是有很多爱人 但是他对于这些爱人 每一个人他都是真心的 并且呢 每一个人他都是山蒙海士 他不仅这样 他病 他是一生都不会忘掉他们 最后他会把他爱的这些人 爱过的人 不管他的身份的高低 他都把他 他后来在家里造了一个像大官员 那么的地方 然后不是给他的儿女住 而是给他这些 扭过关系的这些太太 不能说太太 这些爱人情人住 情人住 那些不管这些情人现在是老了 还是这些情人 有的情人本身也并不漂亮 他都给他们造了一个 适合他们的那个官邸 然后呢 抚养他们 后来他跟这些人 也没有肉体上的关系 但是他还会去 尽量的跟他们去聊聊天啊 然后那个过年过节送礼物啊 所以他跟这些情人是和平共处的 然后这些情人呢 最后也跟他就是关系很好 这也是原始物语 就是说美丽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这个男主角 确实是四处流行 但是他确实是照顾这些女人的 好 那个现在哈 好 现在呢 这个 呃 原始公子现在是这样 是他爱的人 那个 同湖 他的继母 他的继母 他是不能见了 然后呢 他自己的太太呢 现在又死掉了 然后他呢 就很 就是说很忧 很忧伤 很忧伤 他就到山林里去 到山林里去呢 他就看见了他 我们现在这个小说的 最终的女主角 现在就要出现了 这个女主角呢 他叫那个 当时只有十岁 我们叫他 因为他只有一个名字 叫子 Morosaki 然后呢 所以呢 中文有时候翻译 叫他子之上 又有叫翻译子姬 好像两个都很绕口 好 叫他子姬 这个子姬呢 这个子姬是谁呢 其实原始一生 都在找寻一个 跟他母亲很像的人 这个子姬呢 是他喜爱的 这个童湖皇后的侄女 是童湖皇后哥哥的女儿 然后这子姬呢 童湖皇后的哥哥呢 就说太太死掉了 所以这是 子姬是他前妻的女儿 然后他又娶了后妻 然后后妻以后 又生了一大堆孩子 然后这个子姬的外祖母呢 就怕这个 外孙女到她家受气 所以她就把她留在身边 然后这外祖母呢 现在是在那个庙里面做遗孤 所以这个小子姬呢 就跟外祖母住在庙里 然后这时候呢 就有一个问题了 外祖母身体不好了 身体不好了 然后那个子姬的爸爸 觉得这女儿也十岁了 也许也应该把她接回家 但是呢她又害怕 回家以后 她太太就说对她不好 所以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中 然后袁世音呢 看见以后她在 她有一天 在那个山里面 她又看见了子姬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旁边的那个人 是子姬 然后她又看见了子姬 然后这子姬 这时候是十岁 她就跟那个外祖母说 她说我可不可以 她就一看她这人 哇这人就像她的那个 就是 就像她的那个母亲的那个样子 就像同姑皇后一样 她就跟外祖母说 我可不可以领养她 那外祖母就说 哎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嫩草 这个字 就说 你也太过分了 她只有一个十岁的小姑娘 你怎么可以跟她 就说 好像跟她来搞 然后呢 我同事同事那个 人是说 哎 我可以把她 我可以把她那个 领回家去做养女 她说我现在不要跟她结婚 我可以把她领回家去 做养女 然后以后呢 我在那个跟她长大了 我在跟她结婚 但是因为她 那个她外祖母也死去了 所以她变成一个孤儿 所以她就 袁世呢 就把她带到了家里 然后这子鸡 她带到家里 然后袁世呢 她住在二条院 如果今天你们去京都 你会发现 那个京都皇宫 有京都那个马路 有一条二条 有二条三条四条 那个条的数字越小 那就说明离了皇宫越近 那个房子就越好 然后京都那个火车站呢 可能在十条 我还忘了十条十一条 就你可见那个地方 就说比较杂乱 所以九条以后呢 就是地段不好了 然后这袁世公子呢 住在二条 所以我们现在 她的家就叫二条院 好 她就把她带到了二条院里面 然后这里面就说 袁世公子就说 她会画画呀 然后她会做那个小娃娃呀 她就花了很多时间 就是跟这个子鸡 这个小女孩玩 然后呢 她又教她写字啊 弹琴啊 琴琴书画 然后这子鸡这个女孩子呢 也是非常的聪慧 然后非常的优秀 好 知大家日本人之所以那么爱那个原始物语 这本小说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子鸡这个角色 这子鸡的这个角色 如果你今天去日本就去街上访问 你问她你们最喜欢的人物是谁 因为原始物语有很多女主角 大家都会说子鸡 然后子鸡这个角色的特别之处就是说 她不仅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子 她并且她是那个情趣书画都行 再有一点就是她的性格就是说非常的好 然后这个性她的性格的这个光辉之处 是整个故事让我们就说是一个日本人的仰慕的榜样 也是整个这个小说让人感动的地方 好 那且说这原始公子鸡这子鸡就跟她在一起 然后呢 这时候原始本来在朝廷里呢 是她爸爸在 后来她爸爸呢就让位了 让位了给她的那个给她的brother 叫朱雀帝 然后朱雀帝我们知道她是洪辉殿女裕和幼大臣那一派的 然后她爸爸让位后不久呢她就过世了 过世以后这一下原始的那个就是说后台就没有了 因为她本来左大臣 左大臣帮她左大臣的女儿也死了 她本来就没有没有依靠了 然后洪辉殿的女裕呢就想到了以前种种的那种记恨 就说开始就说公天里就我不能再细讲 有公天里有很多事情就变成对原始不利 然后这时候原始她就决定 她要干嘛 她自助流放 就是说她要待在宫廷里她觉得就很多事情不利 所以她要自助流放 然后她自助流放的时候呢 她要去哪里 她要去一个小岛叫虚魔 小岛一个虚魔很苦 然后她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子姬的身份不同 子姬本来是一个小女孩 是她的爱人 现在子姬长大了 原始公子要走的时候 整个的家产是交给她 她现在要当家的 就是说她要管理她的这些 这个家里的这些二条院有那么多 仆人那有那么多人 并且她的田地呀 她的就是所有的事情就交给子姬管 然后 所以子姬这一点她是要忍辱负重 她也不能跟原始去 她也不知道原始去了以后 前途会是怎么样 她什么时候回来 那时候你也不知道 也许你流放你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好 然后呢 那个 从这里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小说中的美 小说中的美 她讲了 原始公子当年 在宫里的时候 穿的那个公服 是多么的华丽 是多么的美 然后现在她去流放了 下一张是不是选到了 流放 再下一张 这是子姬 然后再下一张 好 就想到她去那个虚摸 虚摸的时候 当她那个地方呢 就说 呃 海岛上 然后她现在就说 脱下了官服 穿了很平常的衣服 然后 她也是一种 清幽的美 就说同样 这首小说就说明 并不是华丽是美 淳朴也是一种美 并且她在那里 她用的东西 都是那个很农家的哈 那也是一种美 所以 这让你感到 就是日本人对美的追求 不仅是一个形式的 是有各种各样形式的 然后呢她去了以后 她就流放了以后 她就去了以后呢 她就 好 next 她到了虚摸 她本来是在那里流放 应该很 那个地方呢 有一个道人 那个道人呢 叫明氏道人 明氏道人呢 以前是一个官 然后呢 她就后来她出家了 明氏道人就说 她以前做官的时候 听说过原氏公子 就说哇 有这么一位美丽的那个公子来了 是因为现在落难了 好不容易到我这儿来 她就很喜欢她 她就跟她见面 并且跟她见面之后 她还有一个女儿 她要把她的女儿嫁给她 然后她的那个 明氏道人的太太就很生气 说你真傻不傻 她现在已经在官里 在那个京城里犯了 是被 就是说被流放出来 我为什么要把女儿嫁给她 但是原氏道人说 哇这不一样 她是那个宫里面 她是那个 就是说 京城里面 那个天皇的儿子 就是说她受的教育 她拥有的这些东西 跟我们这个穷乡土壤里面的人 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 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机会 我们能把女儿跟她 就是说跟她在一起 是我们女儿的荣誉 不管她现在已经没有官职了 但是她还觉得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然后她的这个 现在这个女孩子 她叫明氏姬 因为她也没有名字 因为她爸爸叫明氏道人 所以我们就叫她明氏姬 好 然后明氏姬呢 虽然她是一个 就是说在这个小岛上长大的女孩子 她也受了很好的教育 她会弹很好的琴 这里面就是每一个女主角 都有一个特长 她会弹很好的琴 因为明氏道人他们家 是祖传的 就是说一代一代祖传的会弹琴 所以她的琴弹得特别好 所以在原氏落难的时候 就经常去明氏道人他们家 然后呢 她也会弹琴 所以就在海边 你们就可以看到这幅画画得很好 在海边有礁石 然后他们就一起弹琴 所以在这个弹琴的过程中 他们就有了感情 然后有了感情呢 这位明氏公女呢 明氏 明氏鸡呢 她也怀孕了 所以原氏公子是四处流行 原氏公子 她在这岛上的时候 她还是不断的写情书给那个子鸡 然后呢 并且她还告诉子鸡 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而子鸡说 哎呀我也 这就是子鸡美丽的地方 她不是不吃醋 但是她总是原谅她 她说 哎呀我知道你就是说 那个被流放很苦 再说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你现在能有一位红颜知己 好像我也可以理解 就说 但子鸡并不知道他们有了小孩 然后子鸡呢 还是会不断的写信给她 不断的那个做了衣服 然后派人送给她 所以她的精神支柱是子鸡 然后那个原氏公子也写了很多美丽的诗篇 就说想她的怀念 好 她现在再当她 现在她就说 跟那个明氏鸡 就说她又找到了爱情 然后呢她现在也生活安定了 在这小岛上也日子过下去了 她现在又要跟她 第九天长的时候呢 忽然间 那个红灰殿女玉死了 然后又大臣呢也死了 然后那个原氏的那个哥哥呢 现在长大了 她自己当那个天皇 以前她是靠她的母亲 她的那个外祖父长大了 她现在当天皇 她她现在怎么办 她要把原氏叫回来 帮她一起来佐证啊 好 她就火速跟原氏说 你赶紧要回来了 哇 这又是讲到 就 每 这部小说 每当爱情 就说 在一个非常美满的时候 让你觉得要第九天长的时候 你又要失去它 所以在整部小说里 我们就讲理解了日本人的一个叫悟哀 就所有美好的事情 都是那么的短暂 都是不可能第九天长 所以这时候原氏 本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 她被召回功了 大家都很高兴 但是她知道她要 她知道她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